印度伦坚案受害女孩昨天在新加坡医院不治身亡后 其遗体今天被孕抵印度首都新德里 与此同时印度民众举行和平集会 烛光悼念这名受害女大学生 并要求政府进行司法改革 保护妇女权益 今年凌晨伦坚案受害女大学生的遗体 被孕抵印度首都新德里 印度总理辛格的特别代表前往机场迎接 昨天在得知受害者身亡的消息后 印度民众再次在首都新德里等地举行和平集会 人们燃起一千多只蜡烛 悼念这名受害女大学生 同时呼吁进行司法改革 德里首席部长希拉·迪克希特 当天也来到现场 她也是唯一到场悼念的政府代表 另外印度执政党国大党主席索尼亚甘地 当天也发表电视直播讲话 对受害女孩去世表示悲痛 同时强调将同强奸与性骚扰女性 不受惩罚的印度社会陋习作斗争 本月16号 这名23岁的女大学生 在新德里一辆公共汽车上 遭6名男子轮奸和铁棍殴打 身受重伤 在印度接受三次手术后 被转网新加坡治疗 可惜伤势太重 最终导致器官衰竭 于昨天去世 这起暴力事件在印度引发强烈关注 连日来民众举行示威游行 要求政府严惩凶手 保护妇女权益 目前印度政府已经成立质询委员会 调查这起轮奸案 并逮捕了6名犯罪嫌疑人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